在历史上,婚君一直都是非常残暴自私的形象,下节商咒,秦随二世,都是横针暴脸,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材,对明知明刚那更是取之尽资珠,用之如泥沙,无论是金银珠宝,还是妙灵美女,只要自己看上了,那就是自己的。 但是却就有这么一个其他的婚君,她的妃子,那可谓是貌美如花,令其神魂颠倒,可这本应被其视为禁蓝的美女,她却是非常无私地奉献了出来,让所有的臣下都来和她一起,独乐乐不如种乐乐,以至于留下了千古笑谈。 奇迹开辅善未皇 南北朝时期,高阳自立,灭亡东魏建立了北齐,但不过十年时间,三任北齐皇帝便已经接连驾崩,这皇位便传到了高阳的弟弟高湛手中。 高湛当了四年皇帝,便突然遇到了一次会星现象,这本来就是一次普通的天文现象,但是在古代那种迷信的氛围下,尤其是北齐这个十年不到换了三个皇帝的朝代,却也是让高湛心中坠坠不安。 高湛找到了测算天象的太史官,太史官一番推测之后,给了高湛一个结论,皇上,要不您退位吧。 说着,就给了高湛一番会星天降,除旧不新地解释,这样空口白牙地胡说八道,结果高湛竟然还真的信了。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高湛便善让,传位给了他的太子高伟,自己退居二线,当起了太上皇。 这个高伟当了皇帝,那是把他爸爸的不靠谱给遗传到了极致,直接就开始了自己快乐的皇帝生活。 皇帝的快乐,那就是来源于他的权利,有了权利,想要什么就有什么,很多皇帝都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,加上这毫无制约的权力刺激,终于成了一代昏君。 但高伟的昏庸,确实比以前的那些昏君都要清奇,像是穷奢极欲,横中暴脸,大肆建造宫殿佛像,供自己游玩享乐,这种昏君的基本操作就不用提了。 高伟发觉了,当昏君的又一快乐,那就是封官,肆无忌惮地行使自己手里的人士权,而且他还不是像汉朝环林二帝那样卖官欲绝,而是想封官就封了。 一开始,高伟是将自己宫中的宫女都封了郡官,但他宫中可是有五百多个宫女啊,这一下就是五百多个郡官,整个北齐从生到死连五十个郡都没有,但高伟的皇宫里却是有五百多个宫女郡官。 每个宫女郡官,高伟都下令赏了一条裙子和一座梳妆台,裙子上落应流苏,金珠欲练,每条裙子都价值万斤之上,梳妆台也是雕刻的飞鸟走兽,镶嵌得满脑欲水,每座梳妆台都价值不可估量。 这就是高伟的荒唐了吗?不,这是人类昏君的极限,远不是他的极限。 高伟的皇家马厩之中,有几体骏马最为他的喜爱,哪次高伟骑上这三体骏马,那都是像风一样自由,心中奔放之际,大手一挥,此马有功,风。 于是,一匹枣红马被封赤标一同,一匹乌追马被封逍遥俊军,一匹白马被封铃萧俊军,此后高伟出行人们磕头都要多给马磕几个。 可生命是平等的呀,不能光给马封关了,自己平时喜欢看斗鸡,这鸡不是也让自己高兴了吗? 风,于是一只整整两年半都没斗输过的斗鸡被高伟封号开辅,绝同俊军。 宰相门前三品官,那都是小意思,只要我高伟高兴,一只鸡都能当俊官。 在这里,便已经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奇迹开辅的典故。 就这么,胡混了四年后,高伟的糊涂爸爸高战去世了,那么高伟会就此收敛一点了。 想啥呢,咱可是皇帝啊。 后宫红颜也疯狂。 高战去世之后,高伟是变本加厉,从未乱朝政,变成了赤裸裸的残害生命。 如果说以前高伟只是一个昏君,那么现在的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变态。 高伟的弟弟,南洋王高辰,出任定州,在城头上见到了一个女子抱着孩子走路,正好高辰还带着两只波斯进贡的熬犬。 见妇人看着孩子,一脸幸福满足的样子,高辰顿时气不打一处来,去去见您也可以这么高兴。 你怎么敢的呀? 于是下令让人把女子的孩子抢过来,让自己的熬犬生生咬死吃了。 女子健壮顿时心如刀脚,大叫一声就冲上去要撕了高辰。 高辰竟然又让人把孩子的血泼在女子的身上,放出熬犬将女子活活咬死。 事情闹大了,高辰被人弹劾,高伟只能做做样子将高辰带到了静阳,可高伟一见高辰的面,却是装也不装了,问的却不是罪过,而是关心高辰有没有发明什么新的玩法。 高辰也是丧心病狂,竟然给高伟推荐了拆盆这种独行。 于是高伟让人找了一大盆蝎子,将人生生地扔进了里面,看着人在里面被遮得撕心裂肺痛哭哀嚎,两个人间恶魔在一旁兴奋地拍手叫好,高伟还不停地埋怨高辰,这么好玩的事情,你咋不早说。 和这样的残暴不仁比起来,高伟杂乱的后宫似乎就不是什么大事了。 此时,高伟的皇后名叫穆协力,乃是高伟的第一任皇后狐狸皇后的侍女,和高伟的如母陆令轩关系极好,在宫中就是由陆令轩照顾的。 大花五百日红,很快宫中就出现了一个曹昭仪,这让穆协力逐渐失宠了。 为了争夺高伟的宠幸,穆协力将自己的侍女冯小莲献给了高伟,因为穆协力引荐冯小莲的日子是五月初五,正好是端午节。 而端午在当时又称续命节,所以穆协力便直接给冯小莲起了一个名字续命,希望她能够给自己的恩宠续上一条命。 这冯小莲声的可真安眉性眼,口若寒丹,一提一笑就足以对人勾魂夺破,身姿也是纤细如柳,柔弱无骨,而且精通歌舞,又善谈提他,直接牢牢抓住了高伟的心,让高伟对自己沉迷得不能自己。 见时机成熟,穆协力又求高伟的如母陆令轩出面,揭发曹昭仪在宫中行巫蛊之术,这无疑是告到了高伟的痛处,于是高伟一指令下,直接刺死了曹昭仪。 这曹昭仪死了,穆协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吗? 并没有,因为又一个可怕的对手来了,那就是他亲自捧起来的冯小莲。 冯小莲是不是奉命来引诱高伟的? 是,那么现在他的任务完成了,可以功成身退了吗? 并没有,因为这可是皇帝啊,谁不想得到皇帝的宠爱? 我有小莲心,已足。 于是在冯小莲的一步步引诱下,高伟对冯小莲越来越沉迷,将其封为了淑妃,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和冯小莲坐同一张席子,出行的时候要坐同一辆马车,甚至没事了就对旁人感慨,以后震死了,也但愿能和淑妃埋在一起啊。 但高伟的温柔乡已经待不了多久了,因为这个天下定不是一个太平盛世,而是一个乱世,尤其是和北齐对立,窜了西位的北周宇文家,那对北齐一直是虎视眈眈。 终于北周在积蓄力量之后,一举发兵北齐,直接攻向了北齐的平阳,平阳守将剑敌军来势汹汹,赶紧派出赤猴向高伟求援。 那么高伟此时在干什么呢? 在抱着冯小莲打猎玩乐? 赤猴一路风尘仆仆的跑到了猎场外殿,就要大声呼喊,却直接被旁边的丞相高安的公派人给按住了,在问青来一之后,这北齐的丞相大人竟然一指赤猴,我知道你很急,但你先别急,皇上这会正问喝着呢,你怎么敢用这点小事来打扰他呀? 一句话直接给赤猴整不会了,人家好几上十万大军把你家边境都给围了,你管这叫一点小事。 得,皇帝都不急我急傻,又不是我家江山,一边歇着去了。 可不一会,又一个赤猴来了,是平阳守将不放心,再次派出来求援的,却依旧被挡在了猎场外面。 高安内公依旧是那句话,小场面,问题不大。 就这样,从早上到下午,接连来了三四个球员的赤猴,都被挡在了猎场外面,直到日泊西山,最后一个赤猴到了,但却也已经不用出兵救援了,因为平阳已经被攻破了。 高伟文言就要派人前去救援,却被冯小莲勾住了脖子,皇上,反正平阳已经被攻破了,那早一点打回来,晚一点打回来不一样了,再陪臣妾射几箭吧。 高伟一听,好像很有道理啊,竟然真的一扭头,又陪冯小莲去涉猎了。 就这样,北周的部队步步推进,直接又打下了北齐的晋州,直到这时高伟才带着军队前来,和军队一起来的,还有高伟片刻都不能离开的冯小莲。 在晋州城下,面对高大的城池,高伟突发奇想,使出了地道战,没想到却是有了奇效,直接把晋州的城墙给挖滩了一个口子。 攻城的将士们见状,就要一鼓作气进攻城里,但高伟却大叫一声,慢。 随即对人道,快去喊淑妃娘娘出来,看看镇运筹帷幄,却敌于鼓掌之间。 随从赶紧去喊冯小莲,冯小莲一听,也是非常高兴,快点支起镜子,我要化个美美的妆,去看皇上的丰功伟绩。 就这样,冯小莲这个小仙女开始了临出门化妆的程序,外面等得着急的随从什么时候问,什么时候都是马上就好了。 可是随从等她,高伟等她,被高伟拦住的北齐将士们等她,对面的北周士兵们可不会等她,等到冯小莲到了阵前。 那个缺口早就被北周的士兵们给堵上了,就连北周士兵们自己都有些不敢置信,这么大一个缺口,我们就在这施工堵上,对面的敌军眼睁睁看着不来打我们。 我的玉皇大帝啊,这是什么情况? 拿管国破雨家亡 就这样,被北周军队步步紧低的高伟只能归缩在靖阳城内,更是一刻也离不开冯小莲了,就连和大臣议事也要抱着冯小莲才安心。 这样一来,和她对面议事的大臣可就整个人都不好了,听着对面传来的调笑声音,再看一眼自己手里的奏章,听一眼抱在一起的高伟和冯小莲,只感觉这个世界太疯狂了。 这一来二去的,高伟也都发现了自己臣子的不对,心中转念一想,竟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,朕的爱妃太美了,他们怎么能把持得住自己呢? 于是,在高伟独乐乐不如种乐乐一般,大公无私的心思下,一件令所有大臣都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。 这天上朝,所有大臣在进入大殿时都要交一笔钱,面对高伟这种皇帝,大臣们人都已经麻木了, 全当是以为他又有了什么荒唐主义。 但是一进大殿,所有的大臣都走不动到了,之间大殿正中间正放了一张桌子,冯小莲竟然是一丝不挂地躺在了桌子上面。 别站那么远啊,高伟对着众人一招呼,震得爱妃这么漂亮,你们站那么远能看清什么,靠近些看看。 众大臣们却已经是三官都被震碎了,这算啥? 员工福利?这样的人竟然真是我们的皇帝。 就在这里,也就留下了一个玉体横尘的典故,就连后世的李商尹也是作诗笑约,一笑相亲国变王,和劳经及时堪商。 小莲玉体横尘业,以报周诗入晋阳。 没错,高伟这种变态又昏英的糊涂蛋,让他当皇帝是真的不太行,恰好北周也是这么想的,对北齐进攻的步伐就更快了。 面对如山一般的北周士兵,高伟也只能带着冯小莲再次逃跑,到了红桶时,冯小莲又要补个妆。 高伟竟然真的让人支起镜子给冯小莲补妆,但这一来敌军很快就追上了,高伟只能派人留下保护冯小莲,自己先行逃跑。 等高伟逃到了夜城,那是查不撕,饭不响,就等着冯小莲能够赶紧跑过来,等到第二天下属来报,来了,来了。 高伟非常高兴,爱妃来了。 下属一摇头,不是,是您的母亲胡太后来了。 高伟文言顿时一脸沮丧,我还以为是爱妃来了呢,罢了,你随便给胡太后安排个住的地方吧。 又过了两天,冯小莲终于来了,高伟顿时兴高采烈,亲自处成十里迎接。 但危险还没有过去,得周一就是步步紧追,高伟便决定到成果躲避,但却被丞相高安内宫劝住了,您放心,我已经部署好了段后,他们肯定追不过来。 高伟就这么暂时停在了青州,但殊不知,高安内宫是布置好了,不会让北州军队追过来,因为他已经联系好了敌军,要勤住高伟当自己的投名状。 果然,北州军队一到,高安内宫就投降了,高伟见识不好,带着冯小莲等人就赶紧登逃,可最后也没逃过,累其就此灭亡。 高伟等人也被抓回长安,面见北州皇帝,州武帝宇文雍。 见到了宇文雍,高伟依旧是一副张狂的样子,直到宇文雍问他,您难道是没什么心愿了吗? 高伟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,对着宇文雍连连磕头,我啥也不要,您把我的淑妃还给我吧。 一下子给宇文雍说愣了,在问清淑妃是谁后,宇文雍哈哈大笑,我看这天下酒中,也不过是一只随手可气的破血,难道还会稀罕一个老太婆吗? 大话是这么说,可过了大半年,宇文雍还是赐死了高伟,而冯小莲也被宇文雍赏给了他弟弟宇文达。 在宇文达家里,冯小莲也是再次发挥他的长处,将宇文达迷得不要不要的,甚至宇文达还要为了冯小莲废了他的原配李氏。 等到了杨坚自立为帝,建立了大随,宇文达被杀,冯小莲则是被赐给了李氏的哥哥李循。 李循的母亲听说这就是以前欺负自己女儿的人,顿时大怒,直接派人逼冯小莲自尽了,一带红颜祸水,终于香香玉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